哈囉,我是姚姚,歡迎大家收看TAKE A LONG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ALLTINE亞歷田所推出的這個電競耳機USB584K 我們馬上為大家介紹 沒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產品就是亞歷田的六耳迷猴 哇,非常酷的 好的,現在馬上來看一下這個產品的外觀 是的,這個包裝我們看到就是凱文一直強調 它是紅通通的這個包裝 然後以及我們可以看到金色的迷猴在這邊 非常的充滿中國風味 好的,然後這邊也是一個透明的可以看到耳機的這個樣子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產品的側邊 包裝的側邊就是一些產品的規格 以及我們看到包裝的後面就是產品的特色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啦,馬上來開箱 第一個就看到了有的就是這個一張的保固卡 那這個保固卡它非常的有特色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是由動物取名一系列的這個耳機 有像是有月兔啦,白相啦,青牛等等 哇,非常的中國風啊 保固卡一張 然後呢,裡面還附贈有的就是 防塵套以及這個耳罩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的更換 噔噔噔噔,就是 搖手上拿的就是六耳迷猴,非常的黑色 欸,今天穿錯衣服了耶,這樣看不太清楚 對,好,這樣比較清楚 是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耳機的特色之一呢 就是它採用了5.1聲道 所以呢,可以讓你體驗這個生力其境的效果 再來呢,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每邊呢,都會有四個喇叭 然後可以讓你清楚地定位這個聲音的來源 以及呢,它採用了特殊的震動喔 震動膜,還有這個CCAW的音圈 以及我們可以看到,你看 然後已經把它翻出來 它這個耳罩呢,是可以旋轉的 所以呢,在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以及呢,我們可以看到呢,這個頭戴的部分 好了,頭戴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依據自己的頭型大小來做一個調整喔 所以呢,戴起來呢,是相當舒適的 以及呢,它這個耳邊呢,也是非常的軟耶 戴起來也是不會有卡卡的感覺 好,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麥克風 麥克風呢,它這個支壁呢,是可以自行的調整的 可以任意的彎曲 好,是的,它這個麥克風呢,可是高靈敏度的喔 所以呢,它採用的是這個消噪 就是,減低這個噪音是單一指向的 所以在收音方面呢,是非常的清晰的 沒錯,減減已經把這個六耳迷猴帶在頭上了 有沒有覺得我像一隻頑皮的猴子呢 好,開玩笑 是的,你現在聽到這個聲音呢 沒錯,它是從這個耳麥出來的喔 非常的清脆 好的,減減戴了過後呢,發現這個頭戴也是挺舒服的 因為呢,它上面有這個耳墊 啊,軟墊啦 然後呢,這個耳罩的部分呢 也是耳墊是非常的柔軟,不會有壓迫感喔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調節器喔 好,也要手上拿這個調節器呢 我們可以看到LED燈 然後呢,它是可以調整這個音量大小部分呢 還可以靜音這個麥克風以及這個耳機的部分 好,另外呢,你也可以自己選購這個 由OTIM推出的這個耳機架 我們看到它造型非常特別像一顆白色的米 好啦,一點都不像 好的,是的 Kax除了可以讓你方便的收難的耳機之外呢 也可以當作這個USB Hub喔 然後呢,它也可以散出不同顏色的光芒 非常的酷啊 是啦,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瑤瑤個人是覺得說呢 這個耳機呢,我們剛才有做一個測試 發現呢,你的確可以體會到這個5.1聲道效果喔 還蠻不錯的 可是因為呢,它是主打這個低價位市場的嘛 所以當然你不可以跟這個高價位市場的耳機來做一個比較啦 但是,如果它的這個高音的部分呢 能夠加強一點點呢 一定就非常的完美啦 是的,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這個影片呢 記得要在我們影片的下方給我們留言囉 還有呢,我們影片下方呢 會有連接到這個Facebook以及Google Plus幫我們按個讚 還有呢,要訂閱我們的Channel 我是瑤瑤,我們再會,掰掰 掰掰